台积电今年不但大举的工程掠地 也启动史上最大规模的招募人才计划 目前就在全球最大职业社群网站上面 开出了18项的职缺 而且工作地点大多都是为在美国的 养力桑浪时候凤凰城 外交就解读了台积电 此举是为了美国的12寸新厂与做准备 经常大工龙头台积电 近日在全球最大职业社群网站 以美国招募为主题 开出数十项职缺 而地点多数就集中在 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 台积电开出的职缺中 以模组制成工程师最为热门 看他六天已经吸引 近千位的求职者投地履历 其余职缺投地人数 至少也都在200人以上 台积电在美国扩大征才 就是为了今年5月规划 到亚利桑那州建置12寸新厂 来量产5奈米制成做准备 目前台积电在美国华盛顿州 卡玛斯市已经有一座8寸晶圆厂 并且在德州加州拥有设计中心 亚利桑那州将成为台积电 在美国第二个生产基地 台积电先前指出赴美设厂计划积极准备中 但尚未做出最后的建厂决议 根据了解台积电下周将召开董事会 美国投资设厂案 有机会提案讨论并且通过 东森财经新闻叶子金鱼家豪 综合报道